觉得创造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但是创造力又根据 根源于我们刚刚所说的联想力 那这个创造力跟联想力 要怎么样去互相搭配 变成是好朋友 因为我们在陪伴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听到有些人在哀声叹气说 现在孩子怎么了 连点创造力也没有 现在孩子怎么了 连点联想力也没有 生活一点情绪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不是孩子的创造力跟联想力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是 那我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的学习的方向不太一样 还是我们的学习环境不一样 应该是说我们要求的方向不同 因为像很多家长 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孩子在写作业 有些家长就很心急 你应该这样写 你应该那样写 那孩子弄到最后 就干脆算了 你告诉我答案好了 难怪参考书现在这么样热效 是啊 从我们那个时代一直到现代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他动作那么慢呢 这个也就是很两难的地方了 因为教育孩子 他其实要用最没有效率的方法 才可以教得好孩子 什么叫做没有效率 教得出好孩子呢 就是让孩子自由去发挥啊 这才是一个对他最好的一个教育方式 所以不管他就是最好的管他的方式 这是什么话 当然不是这么讲啦 应该是说 我们所说的没有效率的方式是说 你要给孩子充足的时间去想 我曾经就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他在课堂上 我从他的表情里面 我看不太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啊 为什么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 你还迟迟不动笔 后来我问他说 刚刚那样讲你能不能懂 他说懂 我说那我刚刚还问了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他就讲了 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你不写呢 他说我再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那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你怎么写不出来 打你啊 以为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是 好在我碰到这么细心的老师 还问一下 否则的话那孩子可能就吃一顿 哎 可怜的孩子 他就吃一顿